我是媒体人 坚守梦想 不忘初心 我也是企业家 十年上海 窥斑见报 我是经济学者 研究趋势 洞悉未来 我也是时评人 剖析现实 绝不妥协 跨越太平洋 视角或许不同 我是秦伟平 我在美国华盛顿 为你评论 这位就是 在众议院担任 十七年之久 议长的这样一个 优秀的政治人物 美国人民非常怀念他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始我们的节目呢 在本月初美国政坛爆出了一个大处文 他的继任者之一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 应该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 叫哈森泰特这样一个人 他今年已经74岁了 已经退出政坛了 但是他被曝光在1960到1970年间 他在担任摔跤教练的时候呢 曾经性侵几位未成年男性 他为了封住人家的口 然后支付这些年 支付了高达350万美金的一个封口费 很不幸 他在银行提款的时候 被有关部门抓到证据 现在正在面临相关指控 美国贵为民主国家的典范 出现哈森泰特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令人汗颜 不过我们今天的话题 并不是讲国会山 议院的这种 纸牌屋一样的权斗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 我们的话题主角是金正恩先生 远在北韩的金正恩 大家知道 在今年金正恩闯了大祸 对不对 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 所有的国家 一致对他实施严厉的制裁 他进行了第三次核实验 从了这么大一个楼子 金正恩成了全球的话题的主角 今天我们来讲 金正恩政权会下台吗 常常有朋友调侃我说 我长得很像金三胖 让我和一个独裁国家的元属为伍 我觉得这个玩笑开过了头 大家知道 朝鲜政权完全缺乏人性 非常之黑暗 而年轻的金三胖 他耍流氓的程度 甚至超过他的父亲 金正日和他的爷爷金日成 而这一次他明显玩大了 首先政权垮台 在人类历史上非常之常见 在近年来 独裁政权垮台的例子 不是美举 2010年在中东和北非 爆发的茉莉花革命 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2011年的1月14日 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突然垮台 仅仅在18天之后 革命蔓延 埃及总统莫巴拉克 在埃及执政长达30年 也被宣布下台 在同一年 10月22日 利比亚的政治强人卡扎菲被推翻 而且被愤怒的民众杀死 隔一年 2012年的2月27日 野门总统沙利赫也宣告下台 所以说 金正恩政权下台 是全世界广为流传的一个秘密 唯一的悬念是 什么时间下台 我们不知道 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 欺骗同一个人 也可以在同一时间 欺骗所有的人 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 欺骗所有的人 2013年9月 美国著名的智库 南德公司发表报告 警惕朝鲜政权 像东德政权一样 突然崩溃 给世界造来很大的人道危机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 大概每隔两三个月 甚至在一两个月 都会输到金三胖 被刺杀 或者被政变推翻的消息 或许金三胖是被大家调侃最多的一个领导人 大家觉得很可笑吗 事实上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笑 当一个流氓掌握核武器的时候 中国包括全世界都处于一个极度危险的状况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们认为金正恩政权越早垮台越好 今年1月6日 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 引发了相当于5.1级的一个地震 在中国辽宁省多个地区有明显的震感 金三胖得意洋洋的宣布 朝鲜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原子弹和核弹的超级核大国 让整个世界吃惊 此前在2003年2009年和2013年 分别进行过三次核试验 大家还记得六方会谈吗 朝核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一个主要议题 从2003年开始 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 在中国北京进行了多人的一个磋商 事实上六方会谈的结果就是没有任何结果 朝鲜政权一方面用谈判来迷惑国际社会 另一方面悄悄地发展核武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包括中国美国在立的国际社会 都为这样一个流氓政权玩弄于鼓掌之中 朝鲜的意图非常明显 它一直在拖延时间 直到它真正拥有大规模的杀伤力武器 核武器为止 今年3月6号 联合国也罕见地通过一个决议 第2270号决议 一致谴责朝鲜政权 同时也对它进行一个史上最严厉的制裁 这次制裁会导致朝鲜政权垮台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朝鲜社会高度封闭 朝鲜民众长期接受不到外界的正常的信息 因为被关锁国 穷兵独武 所谓先军政策 金家王朝一直用暴力和欺骗统治着朝鲜人民 他们高举民族主义大旗 一直以美国为假想敌 整个朝鲜民众稍有不从 便会遭到清洗 每年因为饥饿而死亡 因为政治清洗而死亡的人不计其数 朝鲜每天都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人权灾难 对这个情况 国际社会一清二楚 然而因为各自的利益算计一直在袖鼠旁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朝核危机演变到今天这么严重的对步 整个国际社会都有无法逃避的责任 金正恩政权对立高压统治 欺压国内老百姓 对外能讹诈周边国家 以各种名义索要各种资金 食物的援助 在网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 大家觉得朝鲜民众 真的会感谢中国政府的援助吗 非也 朝鲜民众可能会想 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援助 金家王朝说不定早就垮台了 朝鲜民众早就可以脱离苦海了 有人说朝鲜有世界上最多的 斯多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他们对朝鲜的金家王朝感恩戴德 但是也有很多人想逃离这个国家 就在本月初 有13位朝鲜人成功逃离来到韩国 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轰动 还有一则重磅消息 韩国方面宣布 在去年有一个大校级的高级朝鲜情报官 投证韩国 因为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不到保障 加上独裁政权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全感 朝鲜政府以及军方高层 有可能有各种版本的刺杀或者颠覆的可能 一直是会存在 这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另外来自民间的各种挑战 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对金正恩来说也并不是不可能 在近日 在朝鲜的街头已经出现了质疑金正恩的涂鸦 金正恩政权下令彻查这一事件 金正恩政权的颠覆 更大的可能性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涉 早在2011年胡锦涛访美之际 有位中国学者提出 建议美国实施闪电斩暑行动 颠覆朝鲜政权 当时朝鲜的核发展 根本没有到现在这种程度 不是试试一种机会 但是这位学者显然是高估了美国 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心 还有它的道德水准 而如今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 却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总统 而且显得平庸 要他做出这种艰难抉择 恐怕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如今朝核危机愈演愈烈 美国人正在趁火打击 金正恩号称要用核武器攻击美国 炸毁白宫 地球人都知道这是痴人说梦 即使金正恩真的拥有了核武器 但是他远没有具备这种远程的投射能力 他如何能炸到白宫呢 我们知道金正恩真正能伤害到的国家 只有中国和韩国 目前两国的老百姓都应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流氓金正恩来说 我们中国人民 韩国人民有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为韩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 美国在韩国驻军 从法律上讲 如果韩国遭受军事攻击 美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韩国 如今朝鲜拥有了核武器 美国呢就拥有了一个很完美的借口 此番提出 在韩国部署最先进的萨德反导弹系统 此举可谓一时二鸟之计 因为萨德判住的不仅仅是朝鲜 还有中国 这一点中国政府非常清楚 在本月初 华盛顿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 提出了强烈抗议 反对美国在朝鲜部署 萨德系统 但是美国会这么轻易放弃 这是很好的机会吗 另外中国也没有提出一个 半岛无核化的真正的解决方案 这才是问题所在 中国对于朝鲜的感情是复杂的 坦白讲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金家政权很难延续到现在 但就国际博弈而言 小国呢从来都是大国博弈的一个棋子 这一点金正日看得非常恐怖测 所以呢他一门心思发展核武器 希望呢增加自己的砝码 在大国博弈之间呢 可以左右风源 获取更多的利益 而如今年轻的金正恩 金三胖上台之后 他的性情并不确定 对于中国而言 金正恩上台是一个变数 多年习心经营的青春派 比全部政治清洗 年轻的金三胖 性情不定难以琢磨 更让人难堪的是 对于昔日盟友中国 不但没有感恩戴德 而且缺乏应有的信任和尊重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看来 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 所以在这一次 一意孤行的金正恩 惹恼了中国 中国不但强烈谴责朝鲜政权 而且在联合国大会上 罕见的投下了史无前例的支持制裁票 现在潮河危机风起云涌 中国骑虎难下 绝对不能让萨德成为悬在中国头上的一笔利剑 如何解决本轮潮河危机 我倒是愿意给出一个中美两国双赢的建议 对于美国而言 如果没有中国的手肯和配合 单方面实施 斩首金正恩的计划 颠覆朝鲜政权 核扩散危机未必能够消除 同时还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人道危机 难民危机 更何况奥巴马先生根本就没有这个勇气 因此 借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 将中国一军是首选之策 而本轮潮河危机对中国来说 绝对是一个坏消息 流氓金正恩 拥有核武器 随时都可能好远起火 但形势并非如此危急 中国也不想因此大动干戈 灭了金正恩政权 但现在形势很尴尬 美国借机发难 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 中国真是进退两难 违京之际 长痛不如短痛 中美两国应该消除顾虑 通力合作 联手颠覆金正恩政权 彻底解决朝核危机 这样一来 国际社会关注多年的 朝核危机终于得以解除 而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而言 也是离任前的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对于习近平而言 是一次展示能力和自信的绝佳的好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 美国没有任何借口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 金正恩政权垮台后 中国政府可以与新的朝鲜政权合作 帮助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准 同时可以和新的朝鲜政权建立某种军事合作 或者军事同盟 类似于和美国 韩国这样的军事关系 我们要求新的朝鲜政权 彻底放弃核计划的同时 可以提供某种保护 让整个地区势力得到更大的平衡 如果中美两国联手 金正恩政权最快在今年就会垮台 或许中美高层正在商谈具体的技术细节 我们需要提醒的是 一定要快 因为我们不知道 金三胖这个流氓掌握了核武器之后 会有什么样危险的举动 它会将核武器 出售给伊斯兰国这些恐怖分子吗 作为公众 我们非常担忧我们的安全 同时 我们可以顿出我们的领导人 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收看本期评论 我是秦伟平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